好 来看第二个的 一直有个魔咒在跟随着我 为什么喜欢我的我都不喜欢 我的青春 我的爱情都给你 对不起 我喜欢的都不喜欢我 我的存值 我的生命都给你 对不起 我不喜欢穿着太暴露的女生 我感觉她们自己内心都是有想法的 如果你要是不想让别人看的话 穿什么不是穿 为什么穿得那么暴露 出轨的女生指定是接受不了 打电话 平常生活中一夜长长的这样的女生 时间长的指定过不下去 我喜欢的女生只要是本本分分的 能踏踏实实过日的 哪怕你就在夜店上班也无所谓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能同意婚前同居吗 学联好 学联姐 首先说这个暴露的事 我觉得吧 人家暴露是因为有露的资本 有东西能露 你要说像长得像龙眼似的 前面后面都一样露的干啥呀 是不是 不是 再一个就是你挺挺的 不能穿暴露的 还能允许上夜店上班去 我跟你说夜店里边穿羽绒服 上班的都是保洁 没有 没有 8号龙眼 没有燕子姐 没有十六点 我觉得小伙就是不好意思 我其实他就喜欢像这种的 除了脸啥也露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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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 我们反露说明有东西可以露 不露的没准有腿毛呢 露 没有 来 刚好最近 那个小伙就是你短片最后说的 就是反问我们 说你能接受同居这个事吗 我就不赞同那个婚前同居 因为什么呢 首先我家庭就是教育比较保守 然后我妈妈就是绝对不允许 我在婚前和男友同居 其次呢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也是婚前不同居这一块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 如果要说感情好相互接触的话 不一定就是说在一起住 你才能完全地了解他 谢谢你 我说的意思婚前同居 不一定代表就是 我俩就在一起住了 我俩可以就在同一个房间 或同一个楼 我想问你 那你和女朋友都特别喜欢 完了住在一个房间下 你俩就跟邻居是自己住自己的 你这思想太邪恶了 婚前同居不代表婚前性行为 这是两码事 就 我特别理解 小伙的意思也跟你解释一下 不一定你俩非得住在一个屋檐下 就是勤联系点 明白吗 那同居是啥意思呢 同居不就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吗 强联系就说长联系 为什么要说同居呢 对 我觉得杜晶理姐的我能认同 她说同居跟那个十六姐说的长联系 还不是一回事 小伙说了说可以同居 可以不在一个屋子里住 可以在一个屋子里 比如说两次一庆 她住那个厅 她住这个屋 我住那个屋 这个词在网上叫试婚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对方 你俩就是包括一个生活习性 都出不了一块去怎么结婚呢 我挺支持小伙观念的 可能我这思想比较奇葩 比较少吧 但我觉得真是 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 因为一点都不了解 为什么父母那边离婚率不高 那是因为有一个风俗 一个年代的束缚 我觉得离婚率高 就是因为婚前同居的 婚前彼此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婚后没有啥新鲜感了 父母为啥说的那个 一直就是不离婚的 因为他们婚前没同居 可能父母那边的时候 就是说俩人出去下马上结婚了 还得俩人隔两米 都不好意思牵手这样 因为父母那边离婚 会被别人笑话 现在离婚没有人说啥 觉得这是婚姻自由 我的想法就是跟你们是不一致的 因为呢我是学国学的 女论语里说 凡为女子当学立身 立身之法唯物清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既然你作为了女子 那你就一定要学会立身 立身的办法就是清真 清真呢她不只是指这个操 就是节操操手 更重要的呢 是她的名声 跟你在一起同居 一年两年可以啊 但是如果说你下定决心 跟我分手 那我的名声怎么办 怎么办呢 别人都会说 哎呀这个小姑娘不检点 跟人家住了两年了 然后分手了 就算我们两个之间都知道 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别人会怎么想 别人怎么看我呢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要问我的观点 我会赞同龙岩 我会赞同杜金的观点 当然了 十六姐她有她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看每个人的选择了 对对 时代不同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正是最开放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觉得王哥不反对试婚 也不反对同居 但是王哥想忠告天下 所有的成年爷们们 如果你连最后 娶这个姑娘的打算都没有 那最好不要尝试这一步 因为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她的名声真的 就如同她的生命一样重要 明白明白 请女孩们珍惜 也请男人们珍惜 明白 是不是 就是像王哥说的 应该对彼此负责 对了 我是觉得你心里边是有的 对 有的 绝对有的 就是这种责任感 实际上是挺重的 对对 所以你在短片里提出来说 想婚前同居 实际上是彼此试一下 彼此增进一下 进一步的了解 沟通 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表达偶尔有点小不轻 真怕别人误会你 谢谢王哥 缘分千姐送给你 加油 谢谢燕姐 加油 加油 干好 谢谢